哈喽大家好我溜逼啊依然是那个为国产恐怖片天砖加瓦的溜逼啊经过我几天的学养我现在已经成功的出关 但是可能要马上要继续的闭关了因为我又看了一部号称是华语首部诗人道题材的科幻恐怖电影 对这个片就叫做诗人道我就佩服这种打着号称华语首部叉叉题材的电影 敢于争先做事先定一个赛于吃死的人 对是善于啊一般来说一个电影很烂这种问题你怎么也得看最少五分钟才能有所体会 但是导演这电影开头不到五十秒就用这种近乎于神迹的特效将本片成功的加持到了烂片的高峰 一上来呀就用自己最饱满的诚意告诉观众这个片烂不烂你自己心里还没有点逼住嘛是不是 然后啥也没交代就说这五个人要去一个神秘的小岛旅游 不是他不想交代是因为他确实也没啥可交代 那个导演是希望观众朋友你自己最好发挥一下自己的脑细胞 那么人家有标准这种配备我也得来个标准的外号 我本来想叫艰单奇怪但是后来发现人就五个人那就江东乌鬼吧是吧对不对 本来这个片里这几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说实话 我又不告诉你你还以为他们几个在录中国有嘻哈的介绍片 这位是鸦路级乐队的主唱他的介绍非常感人 说我为啥来这儿呢因为我收到我爸的信息让我来 我来了以后没看着的不过无所谓我也不想见的 那么他这一段的描述可以总结为街头一人痴迷音乐走上不归路 老父亲转信传音怕急浪子回头横皮是爱咋咋地 这胖的一身嘻哈drop打扮其实是个厨子 因为前女友的召唤来到这里相聚 剩下三个鬼都是大同小异的这俩是两口子 因为妹妹让来这个庆祝生日 开始他们就发现了手机没信号 这个也是烂片的必备 但是请你们记住这个片就算手机有信号 他们也不会打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片的台词是 那个110的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哎呀开始介绍的时候 说话表情都苦大仇神 仇美不展 下一秒你就会看到他们在海里啊 撒泼搭棍游戏人间 这也是导演 煞费苦心营造一种这个冲突感 让你摸不清这个演员的真实心理 白天呢走了一圈 发现这个小岛上屋子里都没有人 就到了晚上他们中间走路的时候啊 这胖子说要撒泼尿 我先说来了来了啊 等他到一个屁性赶拉的地方的时候 一争一乍的那种系列就来了 没有那哥们啊这么放荡不及 走了不到五步 哎呀这个妹子就在后面 他就开始尿 而且下面有个骷髅 他也没看着就这么过去了 我不禁纳闷 这个片要另替其境啊 走一个全新的路的 事实上我是想错了 之后这个胖子放进去找水源 他找到了一个小卖铺 我前面说他放荡不及 没想到他还有细心那一面 无人手管他还扔了二十 回来的时候被一只手给抓住了 小这胖子的面部表情是猙獰 我还以为他是练蛤蟆弓走火入魔了 直接把这个祸从尿等待 吓到了尿无尽呢 发自肺腑的喊出了两个字 救命之后一滴头发现 是一个为了找女人上岛的阿姨 众人一检查说是昏迷不醒 气息体弱放屁 我看他气色鼻鼓都红润 那脸上抹的呢 叫抽着地方小广告 今天做手术 明天就上班这种反差感 后来呢要睡觉 大家就分人呗 人家两口都没分到一起 这俩萍水相逢的 就分一个帐篷里了 然后分就分呗 一天二话不说 就开始激情戏 一点感情技术都不需要 一点前戏都没有 这出操的技巧 车开得我毫无防备啊 还没上车一脚油门就飞有了 大晚上开的是零车吗 建议你们还是去他去APP上 多磨练一下前戏和指示啊 前戏缺少我好不了 前戏出操 弹劾妙招 还是他去上的女司机开得稳 到时间就硬上啊 那这是两人银声提不住 司机已过鬼门关 就当我为之惊叹的时候 我发现这根本就是小儿咳 因为这之后 那个胖子出去上场所 碰到约他来岛上的前女友 这两个人也是一言不合就开趴 然后他更屌 中了敌人的大招 换术日强之处 前面你看他表情动作啥都挺到位 后来镜头一拉 他前女友呢 在远处静静的看着他 兄弟我心疼你啊 那么小的强缝你也能进去 你还真是男子汉大丈夫 能屈能伸 可以的 这个戏说实话很有想象力 太敌对你都干半下方 人家日天日地日空气 那基本上还属于可控范围之内 你在执行日强 大兄弟你就不疼吗 你以为你是勤劳的装修工人 大锤八十小锤四十啊 主要我还怕你这力度掌握不好 你这人肥镖直接把人家墙压塌了 到时再判你个破坏公共措施 行了兄弟我敬你是个傻逼 我先走一步 我正敬佩他这个隔人日强的功力呢 他就被刚才那些 被他玷污的花花潮潮给拽走了 我看那时候还以为是什么 食人花糖条啥的 后来一瞅就是个喇叭花 本来还想吐槽一下 这花的战斗力不行 后来一起算了 也挺硬性的 胖子没了之后呢 白天他们继续走 绕着两天说鬼打墙 走不出去了 还说这个岛会自转 这个岛不仅会自转 还他们公转 那白天走不出去 晚上呢 又自然就出现了一个什么神秘人 乱翻他们的东西 被发现后呢 就开始跑去江湯五轨中的老大和老二 就开始追逐 到了一个地方后呢 老二在草虫里发现了 疑似他爹的尸体 最后证实还是那些喇叭花 老大救他的时候呢 又被那些什么草啊 刮伤了 但是最后也没救成老二 装力牺牲了 回去一说 跟老二有过一夜之行的老三 就大为不满 不行我要去救他 看到没 非金非雾的 一日夫妻百日人 可见那个导演对人性的复杂 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烂片还有一大特点 就是这里边的人呢 都会瞬移 就是你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你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没的 下一秒刚才还和他们在一起 找女儿的大姐又不见了 他们去找的时候了呢 来到这些老二消失的地方 他们发现大姐 正对了里边 喊那闺女的名字 然后就出现一堆小人模样的 把他给咬死了 这也没啥 主要他们三个人 就跟没事人 是从人家身边溜达过去了 人家没鸟 这也是烂片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就是没到你死的时候 你就是吞了皮部断肠斩 你去跑个四成一接力都没事 后来这洞里呢 他们也碰到了这个神秘人 这个神秘人就说 五年前这个岛开始吃人了 就剩我了 现在门口有个出口 那个而且还有一条搁浅的船 我带你们出去 咱们一起投命 反正人家咋说 咱就当真得挺是吧 你也不能在这里边找啥逻辑 他们几个人走 走的时候就到一个洞里 还发现之前被抓到了老二 被绑起来了 老三一马当前过去救人 被人家喷了一脸植物精华油 喂 110吗 这里有个植物耍流麻 你们管不管 既然是标准的烂片 那么关键性的精神奋力 肯定是要有的 这个神秘人就是精神奋力 但是精神奋力 还是干不过老大的抽风啊 这个结尾呢 就是看他俩谁病得更严重 很显然老大更的病严重 然后他就把这个神秘人干死了 最后他和他的媳妇 还来了个低配版的泰坦尼克 但是他扯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他从海边 把这个船推到了海中 然后明明船上还有地方 大哥说啥也不上来 非要自觉于人民 我怀疑那天胖的日子 不是强是他呀 后来这个老大媳妇 活下来的全片就结束了 其实我还挺奇怪的哈 你说大家都喷的 应该也没啥票房 为啥没几个月呢 就有这么啊 几天能看到他们 有人说是洗钱 真的哈 我觉得我看完了 光洗钱可能还不够 可能还得洗肾 因为太腻尿了 这片里开车 说实话开的也不行 主要是不现实 不自然 而且呢 危险性太高 谁没事日强玩的 那么如何 放心安全的开车呢 答案就在 他去APP 他去APP 拥有众多女司机 个个18班5亿 360行 行行老司机 来这里安全驾驶 增添情绪品位 打开社区圈呢 在适应眼里 你就会看到 这个车标的有多快 没有百思不得其解 只有你掌握 最佳撩妹的技巧 他去APP 快去下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